三 九 哎呀 都是真的 哟 这不是厚脸皮还阴险的巫王世子吗 独孤府和巫王府现在可是有殷亲关系了 慎言 我独孤家的夫人都差点被你调包了 这殷亲 高攀不起 够了 今日回门 我们不是来吵架的 屠姑千雅 我也劝你少掺和这些事情 不如好好考虑一下你未来夫婿的人选吧 我会好好给你挑的 李军昊 你对婚事不满意就是这种手段 真当我独孤府是吃素的 当初你看不上我们巫王府 最后还不是做了迎亲 不顾千雅 父王是身负皇命 要亲自为你指一门好亲 我自当为父王分忧 我看大理四卿柳大人的儿子 就是只能在床上躺着哼哼的那位 与你十分相配 你 你如此强横是个人都受不了 不如找个摊子对大家都好 李军昊 姐 你 独孤孤千雅 你那个性格就应该改改 你那个性格就应该改改 独孤千雅 你那个脾气是个人都受不了 而有一点做皇后的样子 朕就应该废了你 李军昊 那是对什么 你就不能像别家小姐那样温婉一样 你们独孤家为面也太狂傲了 连回门也要待见 可对肖家 你这已经足够优待的 无王警和独孤城 有犯点尊重 或是收了你家的兵权 你竟敢对朕如此无敬 独孤家就应该受点教训 臣子就应该有个臣子 是你从我这里抢走了萧九城 独孤千雅 朕绝对不会放过你 千雅 你才是害死我绝家 姐 千雅 易玄 快带人家接下走 夫君 姐 没事吧 千雅 能听见我说话吗 千雅 刚才发生什么了 我和姐在花园散步 撞上李军昊 我们就争吵了几句 姐突然拔了我的剑就要刺她 千雅 是我 九城 你能听见吗 好 来 我们把剑放下 好吗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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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走了 修成 我 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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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后 第一季 第六季 第六季 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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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作得出来 呵 贾连 这下可真是 哎呀 人赏 小声点 独孤季 这都是你放出去的风声吧 哦 吾王殿下来了 呵 这班弄是非的本事 独孤大人 倒是炉火春青啊 本王佩服 吴王殿下什么意思 本王能有什么意思 本王不过是个外来藩王 哪里比得上你们京城高官呢 我在这京城里 怕是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 吴王殿下 您是皇上的亲戚 又有谁敢对您不利 这京里铁板一块 独孤将军带得好啊 吴王殿下在藩地里也不慌多嚷 那下官听闻了一件趣事 此前收缴了匈奴的粮草资重 竟有少许弓箭尾 刻有泉州府的灰烬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泉州是个好地方呀 吴王殿下的母亲 就是泉州府出身吧 你 独孤进 你什么意思 哎 下官没什么意思 殿下 皇上一贯明白各位的忠心的 不劳吴王挂心 独孤进 本王也提醒你一句 做事别赶尽杀绝 留点余地 对大家都好 皇上驾到 吴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皇上我扶你 朕不必要你 皇上 皇上 皇上摔倒了 快传太医 你 千雅 不用那么紧张 我没事了 刚才你拉着我出萧府的时候 可不像是没事的样子 你拉得可紧了 姐 你就让九成扶着你呗 又不是什么大事 有个人扶着你 我还放心些 我约了护国公 李涛大人的胞弟 待会儿要去营里看看 让九成照顾你吧 你看 夫君都这么说了 我怎么能不遵夫君的意思 小姐 少夫人怎么拢着小姐 他们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小姐又犯头疼了吧 我去请大夫 不必了 我回房休息一阵就行 我送你回去 我之前说了 不喜欢你这么牵着我 千雅 刚才你一直牵着我的手出门 可没见有这么讨厌啊 怎么 只准你拉我的手 不准我握你的手吗 我这是为了让你姐姐们 觉得我们俩关系好 让你姐姐安心 这是我回门 你 你只想着逃我姐姐欢心吗 那不然呢 难道我真亏待了你啊 我渴了 我给你倒水 亭儿 你去打些水来 给千雅擦在身子 是 这 这不用吧 刚刚你出了那么多汗 就算不休息 换一身衣服也是应该的 这下你该说实话了吧 花园里发生什么了 最近太累了 没休息好 你那个样子 根本不像是没休息好 吴王世子 本来就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夫君也是个嘴上 不会饶人的 想来 必定是激烈争论了一番 你们应该避免和他见面 你和你二姐回门 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见上一面的 也是 我以前并不知道李君昊竟然如此狂妄 是我看错了 是他之前藏得太好 他家一向都不老实 皇上怕是早已对他们有所提防了 千雅如何得知 这事 不便相说 那我不问了 只是 既然吴王府图抹不轨 千雅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准备 你是说 齐安城 正是 那怎么行 现在多时之秋 不能妄动 齐安城又是火灵军重地 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经理的眼线 如果只是单纯的练兵和屯粮呢 若是千雅觉得还不是时机 那就当我胡言乱语 我只是担心 逆天而为 命途无算 小姐回来了 小姐这是怎么了 心情不好 没事 你看到我那本紫瓶真全了吗 还有沈先生所著的另外两本 在书柜里呢 我去找出来 我自己来吧 我累了 准备沐浴 好的小姐 我这就去 在 在这里 天命运输 若是博士拒绝明事 那不如 我自己来 大小姐 大小姐 有沐浴 刚刚亭儿说了 等大小姐沐浴完了以后就吃晚饭 她怎么改在屋子里沐浴了 大小姐吩咐的 说是今天太累了 让亭儿在屋里服侍 不像小姐 就算累了 沐浴也不让人跟着 告诉厨房 晚饭我就不去了 小姐 没事 没什么胃口 是 大小姐 这是老爷 刚刚带回来的生香 嗯 放那边吧 口口声声说 不喜欢别人碰她 到头来 怎么就不逼回铁二呢 进来 小姐 我刚才去厨房端点心 看见有人在院子周围鬼鬼祟祟的张望 这人面生得很 不像让咱们府里的人 你可看清楚了 她是从哪边进来的 嗯 像是从后院的小门进来的 但是后院的门 每日给厨房进食材和柴户才开一次 这个时辰 应该是锁上的 带我过去 少夫人 是我们没看住 让人给跑了 让其他人都过来 如果人跑了 查他去过哪些地方 碰过什么东西 全部都翻一遍 这 要不要通知大少爷和大小姐 不忙 若是虚惊一场 反而打扰他们 是 看过这边 这边 没有 在哪儿 在哪儿 下面 这 这 小姐 你看这个 打开看看 这是 驾 驾 快快 把都国府全部包围起来 是 这边 世子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本世子收到献报 你们独孤府蓄意谋逆 经诏服应命我前来抓捕逆贼 这献报还不知真假呢 世子就这么激动 爹爹进宫面圣 尚未回府 我做不得住 劳烦世子 在外面等一会儿 等搜出证据 直接进宫一起拿下 岂能等你们串通共词 毁灭证据 来人 放 搜 我看谁敢 你若是今日不让我进去 我连你一块拿下 还是说 你要抗旨 李军浩 若是你今日没搜出半点谋反的证据 明日爹爹一封奏折提交圣上 到时候看谁吃不了兜着走 走 大小姐 让他们盯紧了 我倒要看看 他搞什么鬼 你们几个 跟我过来 是 世子大人 看你走的这个方向 你对我府上的路线很熟啊 当然是线报只认得清楚 我看你是心虚了吧 走 九成你怎么在这里 我 我府上的少夫人 想在哪里都没有问题 怎么 你有意见 搜 你们几个 这边 是 那边也看看 世子大人大半夜带着人冲进厨房 真是好没礼数 那是刚熬的粥 主粥的事 你要下人去做就好了 何必自己来 我不想打扰你 少夫人这么晚还没吃饭 你们独孤府都这么对自己人呢 这是我独孤府自己的事 报告 没找到 没有 里外都翻了一遍 全都没有 那么大 那么大什么 世子大人是知道 要找的是个什么物件吗 世子大人 没找到 都没有发现 没有 好 今日算你们齐高一招 以后早点瞧 世子大人 你把我们独孤府翻得一团乱就想走 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你想怎么样 写个道歉书 贴到城门上悬挂时日如何 你 千雅 今日世子带兵搜查独孤府 闹得满城风雨 想来是已经想好了 明日在朝堂上 怎么应付皇上的责问吧 就连你也 九城 我一片真心待你 那就麻烦世子大人把府中所有物品回归原位 然后请回吧 走 是 怎么回事 李俊昊这么气势汹汹的带兵过来 爹爹不在 成儿也不在 就是冲着独孤府来的 你发现了什么 一件龙袍 什么 在哪儿 烧了 是怎么发现的 锦儿说府里进了外人 我不放心 就去查了一下 你那时候在前厅 来不及通知你 我刚看到龙袍 就听见外面有动静 只能赶紧扔进灶台里 万兴 你拦了他们一阵 如果他们那时候就冲进来 只怕衣服是烧不干净的 还好有你在 那你 要奖励我什么呢 府里其他人看着呢 哪个正行 事发蹊跷 千雅 此人来路不明 能进府说明有人接应 小心为上 嗯 既然这样 带爹爹回来 我让他去营里 带几个亲兵过来 排查一番 那样最好 如今营里的官兵 说不定比府里的人更可信 千雅 没事吧 姐 我没事 多亏了九成 要不然 这次还真让李君浩 得了手 我看见李君浩 带着金卫离开 就知道出了事 还好 爹 明天我们去平了他们 吴王府 承儿 不得呼来 父亲 府里或许早就有了 吴王府的内应 我们一举一动 对方都一清二楚 只有趁早找出这个眼线 才能安枕无忧 九成说得有道理 承儿 你多跟九成训训 别天天就想着打打杀杀的 爹 怎么了 杀人了 这人 怎么 这人是掌管后院钥匙的老徐 为人低调老师 怎么会 你是说 他最近在吃药 是 老徐一直咳嗽 需要长期服药 他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 就 就怎么 老徐说 最近药房新来了一个小宫 经常给他送药 有时候忙起来 会直接让他送到府里 应该是他们 秦雅 你今日怕是累得不行 府里今日被李军昊这么一闹 我 又出了人命 清雅可是头疼 我给你按按 我缓一缓就好了 你回家以后也没好好休息 又被这么一脚 肯定是累着了 来 躺下吧 好 之前在家里 是发生什么了 或许 是最近噩梦做多了吧 千雅最近一直做噩梦吗 会梦到什么呢 梦到谁 梦到我如何厌恶你 如何嫉妒 如何欺辱你 可你现在 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可能说得出口 我在这里陪着你 你可能会感觉好一点 嗯 你眉头还紧锁着 在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还是梦里的事情 都有 千雅还在担心 逆天改命的事吗 这命述的事 谁也说不准 九成 今晚你就在这儿住吧 府里已经出人命了 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这两日 你先睡我这儿 免得出事 好 对 马上 你肯定没有 才发生那种 这儿要领劲 你并不明白 天雅姐姐 你要的衣服 斜亚姐姐 斜亚姐姐 斜亚 你过来 斜亚 我肩膀痠得很 斜亚帮我按一下吧 好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你衣服都湿了 我出去换就好 亲啊 别走 你这样 我站不稳 是你洗澡 为什么要脱了我的衣服 你比我想象的白 真是 风如宁之 天哪 我怎么会梦到 我真是 卖星 每一顿都湿了 你还算我 你还算我 我看你 你还算我 你还算我 我看你 你还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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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衣裂马长似地转拂天旋 冷漠花眉眼隐隐 星辰明眠 恰如几分几寸谁心间 心有无敌望传统人间 谁从心来清朝着时间 是一句相思摧细线 是刀心日远 此间不由天 算一长家一如流过 何今成百年 时而不见任性皆已变 便情愿为你心望天下 梦擦间完全 情亦诺偏心这一分思念 为皇后一人不归 只为难相见 或别生死共复成深渊 贪负深沉迷心头相思 如故尽缠绵 才知觉为情不肯服于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谁有无敌望传统人间 谁从心来清朝着时间 谁从心来清朝着时间 是一句相思摧细线 是刀心日远 此间不由天 算一长家一如流过 可今成百年 时而不见任性皆已变 便情愿为你心望天下 梦擦间完全 情亦诺偏心这一分思念 为皇后一人不归 只为难相见 可别生死共复成深渊 贪贪负深沉迷心头相思 如故尽缠绵 才知觉为情不肯服于别 可别生死共复成深渊 江苏人纠缠作三首全面 江苏人纠缠作三首全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